轟车速度不慢 直接往路边冲撞 刷一整排之后 整辆车几乎转了180度才停下来 驾驶还能自己开车门下车 没多种远景赶到 但都还没摆放三角锥 被扯下的电缆线也还悬在半空中 结果一辆货车经过 两名远景直接被缆线甩到跌倒 路灯也被扯断 这下远景比照式驾驶还要惨 驾驶还能活动自如 远景反倒先被送上救护车 事件番在台南8号凌晨3点多 18岁的黄姓驾驶吴兆 行进到六甲驱时疑似疲劳驾驶 沿路撞了车航停放在路边的轿车之外 还拨及了耗制灯杆 导致电缆线垂落地面 而远景在处理时有大货车经过 勾到了缆线 造成远景被绊倒 其中一人后脑勺着地重伤 但案情可没这么简单 因为根据了解第一时间两名远景到场时 把车停在事故车前方 还是车行老板提醒说这样很危险 提供三角锥 远景才把车停到事故车的后方 但期间还没来得及警戒现场 大货车就来了 因为速度不慢 驾驶又没发现状况 才会压到电缆线 让这缆线从远景摄后甩过来 把两人绊倒 只是这一摔造成一名远景 一度头部重创昏迷 警方处理车祸的SOP流程 似乎还要再加强 即便新闻 爱之嫌固守伤宁玉玄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